甘肃九泉位于河西走廊,水资源极为短缺 过去,这里的农田灌溉采用的是大水慢灌的方式 不仅灌溉效率低,还容易加剧土壤炎自化 如今,随着灌溉技术的转变 这里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甘肃九泉的一块农田里 番茄、西兰花等蔬菜涨势喜仁 这归功于当地近年来实施的水利工程升级改造 和高效节水低灌工程 滴灌技术不仅解决了解水的问题 让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 同时,当地结合实际 发展了水肥一体化的灌溉模式 大大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 水肥一体化设施 还被应用到了当地建设的韩汉农业试验示范大棚 和智能化连棚温室 配合智能化种植方式 让产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根据种植作物不同 母中收入在三万元左右 收入是大田生产的七倍 结本增效、成效比较明显 截至2020年,甘肃全省农业灌溉面积达到2315万亩 其中,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883万亩 于2015年相比 农业用水量减少了12亿立方米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由0.54提高到0.57 为农业节水增产提供了保障